看完苹果发布会 苹果就把刘海改成了药丸 看完了华为发布会 华为把药丸改成了刘海 双向奔赴了 大家好 我是南亚 这一周过得实在是太快了 看到我就意味着你又浪费了一周 那这里是我们的科学吐槽环节 看一看本周数码圈 发生了哪些让人无语的大事件 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 可以把哈哈哈哈打在弹幕上 如果觉得主播说的没啥意思 纯粹瞎编可以打上圆周率后 15位 我们下面开始 我来问大家一下 大家有没有那种 马上要分开了 才觉得特别珍惜的事情 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好好珍惜 马上要分开了 觉得我怎么当时就没发现呢 我先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你有一个暗恋的对象 暗恋了好久好久 也经常在一块吃饭 做各种各样的活动 但是有一天你说我和我那个对象分手了 分开了 再也不能在一起了 我说为啥 你俩咋的了 是吵架了 还是怎么的 还是你向他表白被他给拒绝了 没有啊 还没表白呢 他就去别的城市了 我们没有珍惜在一起的那个时间 我很后悔 比如说你说这是啥意思 怎么听不明白呢 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看 这是一台iPhone 在他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我一直是贴着钢化膜的 看到了吗 上方 在这一年里 我从来没有摸过他真实的屏幕表面 也就是说在一起那么长的时间 我都不知道他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子 和我有一样做法的同学可以打个1 根本不贴膜 天天裸奔同学打一个2 看一下同学们弹幕 也就是说你这个绕了一大圈 原来是为了说这个事 过去这些年 每一年我全都贴着保护贴膜 各种各样的手机 从用第一天到第二年换新手机 一直没摸过这个屏幕 他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今天我不能再后悔了 在马上要和他分开 迎娶iPhone14之前 我必须看看你长什么样子 3 2 1 预备 就是你 过去这一年都没让我和他在一起过 你看这个屏幕 我猜有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 犯了这么多的错误 每当要和你珍惜的东西分开的时候 才发现从来没有见过 他最真实 最美丽的那一面 觉得主播说的对 有类似的经历的同学可以打一波六 我猜你自始至终都没觉得 自己的手机是那么的漂亮 真的就和一台新的手机一模一样 有老板说你这啥情况 怎么变成情感节目了 有点穿台了是吧 来个穿台了 来来来 说这个没别的意思 只是跟大家说 很多时候数码产品 它原本打造出来的样子 是它最美的样子 但是我们很多人自始至终 从没见过 看同学的弹幕说 刚刚还以为你失恋了 原来是要撕个贴膏 本周iPhone14发布 毫无疑问是本周最大的槽点 首先对这场发布会来 同学们满分100分 你给这场发布会打多少分 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 有很多老板问 说主播你对于iPhone14系列 有什么评价呀 我个人觉得 iPhone14发布之后 iPhone13 Pro 获成最大赢家 就是老iPhone就杀疯了 随便拿出一台iPhone 那真的都是不错 是真地不错 iPhone13 Pro 被迫成为性价比之王 有老板弹幕表示说 主播 今年你刚才又说 这个iPhone13 要成为性价比之王 这什么意思 我是不是可以买iPhone13 Pro了 当然不是 你根本没法买 因为就在iPhone14上架的瞬间 iPhone13 Pro 已经停产下架了 现在在售的产品 它们分别是 iPhone SE iPhone12 iPhone13 iPhone14和iPhone14 Pro 也就是说保质7这种东西 还得是我们平价的产品 12 13 和SE 至于之前的Pro 那都是不保值的 第二年它就没了 下架了 所以在我们苹果的产品序列里 它就没有性价比这仨字 保值那是更不存在的 那么看完本次的发布会 很多人纷纷表示 王守义说的是真的对 就是13箱 还有同学说 肯定是明年和今年一样 明年就是A15处理器 再加上一个核心 一个A15处理器 用三年 那不还是13箱吗 好 来 问一下同学们弹幕 大家猜一下 你们觉得 明年这个iPhone 它用的处理器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 好 有同学表示 明年肯定就是14箱了 对不对 恭喜你 王守义它已经注册了14箱的商标 果然王守义才是YYDS 要说今年最大的变化 其实是这个 灵动导这个功能 不得不说 本来很多媒体 都已经写了大量的吐槽文章 去吐槽今年的iPhone14 变化不到 想不到 灵动导一转公式 它出来之后 大家都已经忘了iPhone14 还有iPhone14 Pro Max 它们是咋回事了 全都在讨论灵动导功能 但是作为iPhone的老用户 并不觉得灵动导 它有多么的厉害 为什么呢 第一个 虽然它可长可短 可大可小 但是它毕竟还是遮挡着屏幕 虽然它这个时候你看不出来 但如果你横过屏来 看视频的话 它还是这侧有遮挡 等过两天 咱们拿到产品的时候 测一测游戏 看一看咱们对抗路的英雄们 这边有没有什么影响 到时候咱们再说 但是我估计可能各大游戏厂商 应该也是连夜做适配 把这一侧所有的摇杆 都往中间挪了 你猜是不是呢 还有 我严重怀疑 苹果以前 应该就有能力研发这个功能 为什么呢 大家看 这个地方它是往外出来 它原本是在这个地方 等于是把原来的遮挡变大了 既然隐藏不了 我就来得刺激一点 既然如此 我们老用户能不能获得这个功能呢 从目前我们升级的iOS测试版本来说 好像没有这功能 凭什么你就能灵动 我们刘海儿就不能灵动呢 我要求不多 iPhone 12 iPhone 13我都买了 我是苹果的老用户了 你不是iPhone 14灵动导吗 iPhone 12 iPhone 13 你给我来个灵动半导也行 来吧 iPhone的老用户 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咱们呼吁苹果 给我们来个灵动半导吧 觉得有道理KW6好不好 话说回来 今年的这个iPhone 14 外观真的是没啥改变 我只能说呢 这个iPhone 14的外观硬件设计师 赶紧给软件的灵动设计师 磕俩头吧 你今年还有活干 全凭人家软件设计师 赶紧磕俩头得了 说回iPhone 14 发布完之后啊 这个大家伙吐槽还是有点多的啊 咱没有什么可以避讳的 我知道啊 很多人都很想吐槽 那我就抛砖引玉吧 今年的iPhone 14 个人觉得啊 它压根就不应该叫iPhone 14 它应该叫什么名字呢 它应该叫做iPhone 13 这一 大家觉得我这个怎么样 如果你觉得不满意啊 你可以说一说你的名字 大家觉得应该叫什么名字 iPhone 13.1 这可以啊 今年iPhone 13.1 明年iPhone 13.2 到2032年 正好升级到iPhone 14 你说是 苹果表示 明天来上班啊 明天赶紧的 下一个 每一年的发布会之前 苹果邀请函来了之后 全球媒体都疯狂的去预测 谁没猜对 今年苹果的邀请函内容叫做 超前瞻 往年发布会一结束 各大媒体就假装 没这事的 对吧 假装自己都猜对了 其实都没猜对 现在发布会已经完成了 产品已经发布了 来吧同意们 大家觉得 今年的这个超前瞻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主播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 超前瞻的意思 就是苹果早已提前 一年发布了iPhone 14 你说这是不是超前瞻 只不过 它化名为iPhone 13 陪在你的身边 长达一年的时间 很多外媒表示 一周之后才能拿到iPhone 14 主播手里拿的 是不是iPhone 14 觉得拿的是14打个14 觉得拿的是13打个13 让海外的网友羡慕一下 我有老板表示 主播能不能不要瞎编 对吧 你整点有用的 你直接跟我们说一说 今年的iPhone 14 它到底升级了什么 主播现在就跟您详细的聊一聊 今年的iPhone 14 它到底升级了什么 说起这个话题 我们一定要找出 几个月前所做出的节目 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打开视频网站 2022年5月14号 在那一天 我们发布了一期 科学吐槽节目 注意下面的画面 仔细听 别眨耳朵 好 当然会有同学关心说 那iPhone 14 升级了什么呢 从爆料参数显示 iPhone 14 它改了名字 从iPhone 13 改成了iPhone 14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我在5个月前就已经告诉你 它改了名字 觉得满意的同学可以打一个6 是不是很满意 有老板弹幕留言说 我们买iPhone 14 还是想让人知道 我买了iPhone 14 主播你们有什么办法呀 颜色当然是一方面 比如说今年增加了 西屏显示屏幕长亮 所以我觉得苹果 还是做出了一些调整 西屏显示 才是它的重磅升级功能 很多同学表示 那行 它只要升级了 让别人看得出来的功能 那就是重大升级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锁定屏幕 现在为你长亮不息 手指都不用点 随时一目了然 iPhone放下的时候 屏幕会变暗 但是会一直显示 这个功能就可以告诉别人 你用的是iPhone 14 但是是不是都有呢 有老板说 肯定都有啊 我在苹果的官网上还看到了 这里显示的是全天显示 这不是iPhone 14吗 凡事咱们一定要看小字 这个小字啊 大家放大看一下 上面写的是 iPhone 14 Pro 才有全天显示 也就是说 你这个有刘海的 iPhone 1234 它是没有吸屏显示功能的 恍然大悟同学打个1 才知道打一个2 觉得不可能吧 打一个3 看一下同学们弹幕 看小字 发布会上面 所有的大字都不重要 看发布会 你就往角落盯 它凡事不想让你看到的地方 都是重要信息 每一年都会有很多同学来问主播 说我到底要不要买海外版本的呢 那今年不一样了 在2022年 苹果做出了重大的改变 美版iPhone 14的全系列产品 全都不支持实体SIM卡 简单说 美版的iPhone拿到中国用不了 媒体清楚地报道 中国大陆地区四大运营商 并不支持 美版的iPhone 14系列的eSIM卡服务 包括什么卫星 这些不支持 所以我的个人建议 你就不要考虑去购买海外版本的了 那有老板说 我今天既然来找你了 你必须给我一个让我满意的理由 你必须告诉我买美版是值得 骗我 我也高兴 只要是主播你说的话 那我怎么能让你失望呢 美版iPhone 14系列 有几大理由 好于其他国家的版本 第一个 eSIM卡新技术 这不用多说了 第二个 环保 没有SIM卡托意味着就没有SIM卡针 那么在苹果美版的包装盒里面将会只有一台iPhone加数据线 你为环保做出了贡献 美版iPhone 14它真正的致敬了经典 只有那些停产了的产品才是真正的经典 美版iPhone 14你把它买到咱们国内来 差什么 打不了电话吗 打不了电话是什么 是经典的Apple Touch 所以美版的iPhone 14你运到国内直接给它换个包装盒 美版今年推出了四款Apple Touch 他们分别是Apple Touch 14 Apple Touch 14 Plus Apple Touch 14 Pro Apple Touch 14 Pro Max 觉得主播说的对吗 华强北的各位老板们心里泛出了振振暖意 纷纷表示 赶紧把尘封了多年的苹果皮生产线拉出来吧 套上之后就能打电话了 各位华强北的老板们就靠你们了 拜托了 那么从目前公开的媒体报道所知 大陆港版澳版的iPhone 14将不支持卫星通讯 也就是说在苹果发布会上那个核心的卖点 在中国大陆地区以及港版澳版 这些iPhone 14是不支持的 也就是说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iPhone的功能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对这些事情有什么看法呢 微软索尼任天堂表示 这我熟啊 这不就是游戏所趋吗 这国家能干这个 那国家能干那个 那这两个国家的功能它是不互通的 觉得主播说的对可以打一波溜是吧 哎呀你脸会联想啊 苹果你可学点好吧 下面来看价格 在发布会之前咱们曾经预测过 苹果大概率会涨价 但是在发布会之后 咱们发现居然结果不太一样 首先iPhone 14系列在多个市场涨价 但是在中国和煤版 它的起售价是保持不变的 大家觉得iPhone为什么没涨价 看看谁能猜对 真的没涨价吗 咱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知道 价格方面确实和之前是持平的 不盖到5000 6000 8000 9000 但是你可别忘了 它芯片可没换呢 去年的芯片拿到今年 还卖那个价格 你说它涨没涨价呢 你这压根就是去年的iPhone 13 没降价 过了一年 还是那个芯片 还是那个价格 谁更保值 还用多说吗 我觉得它的名字应该叫 iPhone 13 C 致敬当年的iPhone 5 C 性能没提升 给你更多颜色 这才叫致敬经典 怎么样是不是 真正恰当的形容词 发布会有一项捅破天的技术 现在咱们都已经知道了 这个捅破天的技术就是 卫星通讯 北斗短报文 一个很好的技术 女娲表示 放心了 我以为是啥事呢 原来是发短信的 可以 那么北斗短报文 它到底是什么样子 咱们给大家展示一下 大家看到 我们这边发送消息 你的朋友就会收到这样的消息 这边是发送消息的界面 它会发送一个短信息 然后有你的坐标位置 收到的那个朋友 会收到短信息 来自你的手机号码 以及下方的位置 还有短信的内容 应该说 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 是一个相当贴心的功能 但是这个功能呢 有一个小小的 微不足道的限制 就是它只支持发送 但是并不支持接收 那有时候会吐槽了 说你这个 那你的单向呢 那万一人家没收到怎么办 华为已经想到了 凡是要看小字 注意看 在你发送信息之后 下方会有一个 收到卫星回职 那么这个功能 展示到这里 来吧 同学们 满分一百分 大家觉得这个功能 可以达几分呢 另外从官方信息展示 这项功能 目前支持大陆地区 不含其他的地区 这场发布会 不知道大家 注意到一个细节 一直到发布会结束 余总也没有说 中文的骁龙两个字 Mate 50 Mate 50 Pro 以及保持接板 他们采用的是 Qualcomm的最新的旗舰芯片 Snapdragon 8 Plus 不得不说 确实是内心感慨万千吧 因为美方的制裁 华为自己的处理器用不了 只能被迫用 到后面介绍汽车的时候 感觉余总是充满着激情 介绍前面 Mate 50的时候感觉是 有一些不甘和遗憾 没啥好办法 期待麒麟处理器早日归来吧 来问大家下 你猜华为的麒麟处理器 哪一年能重新回到舞台中央 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 还有老板说 手机的缺点我都知道了 有什么限制我也明白 不用你在这给我复述 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 它有什么卖点 坚定我购买的信心 主播不会让你失望 大家现在吐槽它 最多的是什么 就是4G 4G高通 还有前置条件是 台积电的处理器 那台积电加骁龙八阵一 会有个什么结果呢 它的结果就是省电 再加上4G 哇 所以优点我已经想好了 你不是用5G跟我4G比网速吗 我就用我这个机器跟你比续航 看谁想 你得会找优点 最近有一部大片叫做坠落 是两个年轻人 在超高的地方没信号 完了后来很惊悚的结果 这个片子大家有没有知道的 了解打个一 完全不知道打一个二 反正这个片子就说明信号很重要 那有通说这片子有啥吐槽 和这科技有啥说的吗 还真是有点说的 因为看这个片的时候呢 我看很多弹幕评论表示说 你说你看人家 人家国外拍这个片子 人家就能拍出这么激动人心的片子 你国内这些导演就不行 你们就拍不出来 可能有导演的原因 但是呢也有客观条件的原因 这个节目啊 它在中国地区它就拍不了 因为咱们这个地方 信号基站非常的多 到处都有4G 5G的基站 你到哪都有信号 还有呢就是 那你说这俩女主角 她要是买了华为Mate50 是不是也没有这个片子了 她也没啥拍的了 不是我们拍不出来 是我们没有你们这个优秀的客观条件 还有老板表示啊 你看完了发布会 是不是感觉很激动啊 是 我看完是觉得很激动 但是我看了看钱包 又马上冷静了下来 来问大家一下啊 本次大家觉得 华为全系列新品的价格如何 偏第一打一 合理打二 偏高打三 一二三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 看完苹果发布会 苹果就把刘海改成了药丸 看完了华为发布会 华为把药丸改成了刘海 双向奔赴了属于是 看完发布会 还有老板留言跟我说 说主播我这发布会没看啊 那个价格是多少啊 我说价格覆盖挺多的啊 最便宜那个是1999元 不贵啊1999啊 1999是宝壳 说点社会新闻 本周QQ上线了学生卡 可以一键查看你的QQ年龄 Q0 来吧问一下同学们 你用QQ多少年了 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 我们工作室的小伙伴 纷纷查询了一下自己的Q0 很多年龄保密的同学 一看那Q0都吓一跳 有的三四年 有的十三四年 还有的二十年 咋说呢 和人一样吧 人老了就爱怀旧 当我们开始怀旧的时候啊 就说明我们可能真的是 感觉年华老去 当一个软件开始怀旧的时候 不是啊 我不是想说他要老了 我不是说这个QQ要老去了啊 其实还不是啊 因为现在这个QQ早说呢 活得还真挺滋润 因为早前外界唱衰QQ表示 QQ啊 他这个干不过微信 大伙儿现在都有微信 没人有QQ 没想到啊 只要你站在舞台中央 不下桌就有机会 现在呢 越来越多的人 把工作放在微信上面 家人 长辈 领导 老师 全在微信上面 搞得所有的年轻人啊 都从微信上面 逃离到QQ上面去了 机会这不就来了吗 所以啊 当软件开始怀旧啊 这QQ的意思是 我就站起来了 年轻用户都在我们这儿了 左右互博了是不是 也就是说 当年用QQ那批人 老了 都开始用微信了 微信这批人的孩子们 年轻用户们都开始用 来问大家下 有没有教腾讯QQ会员的同学 花钱充会员的 问大家下 你充了多少年的会员了 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 有老板表示说 我已经充了十年了 还有老板表示说 我已经充了十四年了 你有什么说的 我还真有点说的 给QQ充会员 充了十四年 我说一个数啊 大家知道 交社保 交十五年 退休就可以领退休金了 那咱们交QQ会员 交十五年 腾讯 对于我们交了十五年会员的同学 有没有什么表示 别老整些怀旧了 QQ卡了 学生卡了 别整那没用的 你来点实际的 以往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新闻 游戏玩家和游戏公司 产生纠纷 起诉上法院等等 以往这种 我一般都是支持个人玩家的 毕竟是花了钱 也算是弱势群体 那现在就有这么一条新闻 各大媒体报道 有一男子 连续玩了441个小时 被封号 他当然很生气了 就起诉平台 但是呢 还是被驳回了 审判显示说 说你这个连玩441个小时 它就不符合人体规律 我一开始还没做明白 后来想了想 我觉得这个判呢 判的是有道理的 问大家一下 你是支持该男子 你还是支持游戏公司封号 游戏公司表示 该男子在那段时间 连续玩了12天和20天 几乎不间断地进行游戏 游戏公司表示 你这么长时间 连续多次长时间 不间断玩游戏的行为 这明显就属于非法脚本 所以才封禁 我一开始也是想支持个人 后来我觉得游戏公司一说 好像是这么回事 如果是你正常玩游戏 你说你疯狂地玩 那对别的玩家 好像也没啥影响 但如果你真的是开挂 开脚本 你这不就等于侵害了游戏公司的利益 同时也侵害了别的玩家的利益 那你这机器人 来看一下同学们的建议 你支持谁呢 这肯定有争议 我要说说自己的肤浅的想法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双方可能都有道理 我不好说支持谁 你可以让他证明一下自己 我不能说游戏公司说的就是对的 我觉得可以让该男子再演示一遍 连续玩20天游戏 我看看你到底是咋玩的 你要能连续玩20天游戏 我就支持 让游戏公司给你赔钱 开开玩笑 没必要为了一个账号 命都不要了 还有同学说 说该男子人家是花钱 找人轮着班代替他玩 那不行吗 我跟你说 你可别找这理由 你找这理由更在疯了 人家游戏协议里边都写着 不允许带恋 你可以看看各大竞技类游戏 那个条文 所以你还不如不说这条了 科技不无聊 主播来吐槽 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 欢迎关注一下我们 要不然你下周大概率就看不着我们了 如果不嫌烦的话 还可以来个一键三连 如果兜里实在是没闭了 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 多赚money 天天都能休息 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 感谢大家的点赞 这是谁掉的硬币 给大佬们磕头浪 下周别忘了还来玩